大家好,我是莉莉,我现在读一个故事是穷人和富人。 古时候,上帝常常到人间熊石。 一天他要找个地方过夜,见前面有两栋房子,一栋大而漂亮,一栋小而破旧。 上帝先敲大房子的门问,我能在你家住一晚上吗? 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富人,他打开门,见上帝一找平反,就说,如果敲门的人我都接待,那我就得去要饭了。 说完,便关上了门,上帝转身走到破房子那儿,穷人立刻把他请了进去,热情地说,留在这儿过夜吧,天已经黑了。 穷人和他的老婆,真心实意地拿出所有的好东西,招待他。 第二天,上帝领走前说,善良的人,请许三个愿吧。 穷人说,我希望我们两口子一辈子幸福健康,每天都有面包吃,就够了。 上帝说,难道你不想要一座新房子吗? 哦,对,穷人说,如果再能有一座新房子,那就太好了。 上帝实现了他的愿望后,便上路了。 太阳升起了,夫人看见对面破旧的小棚子,变成了一栋崭新的红砖房。 大吃一惊,忙去打听情况,问明事情的经过后,夫人对其次后悔道, 我真该死,那人是先来我们家借宿的,我把他昏走了。 妇人骑马,追上上帝,对上帝轻声细语地道歉,并问自己是否也能许三个愿望。 行啊,上帝说,愿望会实现的。 在回家的路上,妇人想着,我的想好了再许愿。 忽然,他骑的马,僵声吊了,马边走边跳。 妇人大吼道,真希望摔断你的脖子,花银刚落,马倒地死了。 妇人舍不得扔掉马鞍,就扛在肩头,在沙漠上走着。 累得他气喘吁吁的,他想到老婆在家里过得那么轻松, 心里别替有多恼火了,稀里糊涂地说出声来。 真希望,他坐在这马鞍上,下不来。 结果,他回到家,老婆坐在马鞍后,怎么也下不来,又哭又闹, 打骂妇人,傻瓜。 这样一来,妇人不得不许最后一个愿望,让老婆从马鞍上下来。 最终,妇人除了劳累和羞辱,并且损失了一匹马鞍, 一无所获,而穷人却快乐,安静地生活了一辈子。 好,如果你们喜欢莉莉这故事,就帮我点赞,订阅和分享吧。 好,谢谢,拜拜。